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个镜子 静止的镜 静字的国语注音是 静音静四声静 静四声静 静本来是古代放置九尊的器具 特取其以酒为戒的意思 静也是指忌讳的事情 以及习俗上或是法令上 不应当做的事情而言 如礼记以礼有 入静而问静 是说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要问清楚哪些事情不能做 静也是表示处所 古时候君主所居之处 就叫做静 像攻静 静城是监狱也叫做静 如坚静 最妙的是 古人把饲养禽兽的地方也叫做静 只是应用的例子并不多 静这个字又可以念金 国语注音是 基因金一声金 金是支持得住 担当得起的意思 如李清照 晚夕杀词 戏风吹面弄轻音 梨花欲泻 孔南金 白居易的杨柳之词 小树不经攀折苦 喜君留取二三只 金字 金字大多表示承受耐得住的意思 但是很多人在用字上却不注意 像金的起考验 就常常会写成这样的 金的起考验 这是不妥当的 由于静这个字 有静和金 两个读音 所以要特别提醒您 念基因静四声静 是制止的意思 而念基因静一声静的时候呢 则是耐得住的意思 所以 情不自尽 不可以念成情不自尽 另外 所谓尽用 是不准用 而金用 却是很耐用 由于读音不同 意义也就不相同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最后再为您重复一次 经得起 风吹雨打 不应该写成这样的 经得起 风吹雨打 不然的话 就会令人 经不住的失笑了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